好 再来看到的是有关于抗疫有最新发展 比利时有生医新创公司发现 从洛马提取的抗体 可以削弱冠状病毒的能力 甚至呢也已经展开了临床试验 希望可以在全球抗疫上扮演关键角色 时间在如今 好的 主播各位观众 洛马在镜头前摇头晃脑相当可爱 但日前比利时研究发现 从洛马温特身上所提取的抗体 能够削弱冠状病毒的毒力 对病毒的变异株也有效 更对传染力极强的Delta变异株 展现强大的综合作用 但这项技术并无法取代疫苗 主要是用来治疗染疫的主源病患 由于洛马以及骆驼科动物 产生的抗体更小且更稳定 具有多种用途也比较容易复制 因此选择从洛马身上提去 抗体如今已经可以从实验室复制 并且也已经展开临床试验 有望在未来全球对抗武汉肺炎病毒的战役中 扮演关键角色 以上是为您掌握的最新星星 再把实验镜头交换给朋友 即使您词 睡眠